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一集带你去行 槟城老街早市 感受槟城人 扮演过新年的热流气氛 好漂亮的新年热气氛 槟城庙会 很多人在打卡拍照 好漂亮 好漂亮的 你看看猪仔的形狗 打牆 露慈浩 过年卖面货的情景 看上这道 木匹 很美味 盘回去放也不错 好漂亮 迷心的眼睛很会画画 这个巴沙很下历史 说到农历新年 槟城可以说是最有新年气氛的城市 如果你是在十月月中来到乔治市 你会看到古迟柳街区挂上了红灯笼 所以游客来到这里 真是会提前感受到农厚的新春气氛 每一年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 以及本地人来参与 今年透年的苗会强势回归 其中一个活动地点就是打童子街的小公园 这里每一年都是最热门的新年打卡景点 很多人在这里打卡拍照 我本身就是幼稚 每一年都会回家乡过年 但都会赶回来参与槟城寮会 来感受槟城人过新年的热闹情景 今年的槟城灭会就在年初七 我都打算来抽热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都可以拍片给大家欣赏 要感受最热闹的新年气氛 我最喜欢的就是去行巴萨街市 来到的是槟城阿伊丹区 这里每一年都会挂上很多大红灯笼 而阿伊丹巴萨可以说是我心目中 最有新春气氛 最多年货的巴萨 很多人在路边买东西 讲究车游多人游多 这个就是阿伊丹巴萨的特色 这些春气氛 真的很热闹 都是迷步的 看这些交通是很凡凡的 绿色的年饼 很好的 这个就是大糠尘的厌柄之一 還有鳳梨酥 這個鳳梨酥很好吃 就買了一罐 黃禮花說可以做到15天 放在家裡 不需要放水也可以 很漂亮 你看這個豬仔型 鹽寶型 這個是魚型 應該是用來拜神的 這裏的生意應該很好 他們的橙是一堆來賣 真的很高興 這是肉草 還有雞肉 這個蟹蘿姐妹咖喱鹽 是拿到美斯年後 推薦的 今天就挑了這個古早味的 桂椒湯 蟹蘿姐妹咖喱 很有古早味的一碗 桂椒湯 蟹蘿姐妹咖喱 蟹蘿姐妹咖喱 這是拜神的用品 這裏排長龍 不知道是排什麼 這裏排長龍 我們看看他們是排什麼 這裏是等巴士來 你看 排長龍 走進來的米 衣服給我 這裏有很多 阿姨穿的衣服 這裏都很漂亮 真的掛了很多燈 聽說今年的燈籠 這裏排長龍 這裏排長龍 八百龍 整個區有八百龍 紅燈籠 所以很有新年氣氛 哇 真的有很多桂椒 買這些黃奶衣服 很漂亮 看看你們看 買很多T恤 這裏排長龍 又遇到這裏 這裏排長龍 現在也有賣黃奶 哇 你看很多蝦 收拾完整排年貨的平均 還有兩三天就過年了 這是買很多年貨 海味、冬豬鮑魚 就是吃的 就是這個Aida Bassa 其中一個美食就是咖喱麵 我打包一包 看這裏是咖喱牛肉 咖喱醬 這裏好像是幾兄弟 幫我們家族來賣的 啊 極樂寺都開了燈 夜噴好漂亮 哇 今天收穫很豐富 在這裏扮念貨 買了一些麵餅 買了一件衣服給我媽媽 現在都接人打電話 就要回家 我覺得這裏的新年氣氛 白氣泡的情緣 真的很熱鬧 聽說近近新年 這裏都會風龍 因為它的交通實在太發暗 所以就趁著做幾天過年 快點來這裏感染 這裏的新年氣氛 好 好 好 我感覺上 其實我感覺上 以前 例如以前兩件都可以擺盪 就比較熱鬧 現在在外面是沒有什麼盪口 所以就 感覺是 沒有以前那麼 那麼擠 但就沒有以前那麼熱鬧 這個好多 我以前也來這裏幫我媽媽買衣服 買過年衣服給她的 買過年衣服給她的 然後我買一些鮑魚罐頭 南美 好 再走上去 這個就是 馬來西亞有特別的年糕 是用椒鹽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特別的做法 做法 年糕很特別 一隻是11元 很特別的有紅豆的年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條街比較多人 因為它的檔口比較密 你會看到有很多 一個個個小檔口 賣四六個衣服 賣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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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街感覺很有人氣 嘩 看看有什麼 過年的年花 好美 哇 很多過年的年花 轉雲竹 繼續走 小不了的應該就是 這些是麵餅 我們很流行吃麵餅 嘩 這位叔叔很會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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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在沙拉沙拉側 找到一個畫家 叔叔是畫家 哈哈 很難想像 在巴薩田 竟然有一個 素人的畫家 這位叔叔很棒 他就在巴薩裡畫畫 很不錯 一邊畫畫一邊做生意 我覺得他很熟悉 享受人生 一邊畫畫一邊做生意 是賣一些路人的垂褲 開始也有賣年貨 這是咖啡粉 這裏就是賣很多年貨 這裏有海味、魚票、立場 過年最開心的是 平時看不到的年貨 金華火腿 這裏有很多遊客都會順便過來 日本人來賣年貨 很舒服、很好行的一條 這條街 港德號 賓成人過年一定會來這裏賣年貨 看這裏的生意多好 全部都是老客人 很多人來這裏白麵貨 看來幾乎 裡面是很壁業的 應該有很多人在這裏 老字號 很多人來賣年貨 很多人來賣年貨 搶購年貨 真是老字號 搶購的情景 賓成人說 賓成人說沒有來這裏賣年貨 就好像沒有過年 這麼誇張 乾貨 海參 臘腸 可能他們吃慣過年的味道 過年沒有來這裏賣 好像不是過年 真的很誇張 生意很好 過年賣年貨的情景 這裏的貨 我看見是很難貨 這麼多熟客 可以找 這是傳統的辣鴨 哇 好大隻 傳統的辣鴨 這是 冬菇 真的可以搶 生意真的很好 過年的氣氛 老字號 過年賣年貨的情景 這個巴薩 很久的歷史 新街 進去 好像古籍巴薩 很古老的巴薩 是滿燈籠的 現在就收了檔 不然早上應該也很熱 這個巴薩很有生氣氛 真的嗎 這個巴薩好像還好 財神道 吐年新春世紀 看看有什麼東西 這裡是誰 這裡有什麼東西 可以拿那個東西 好 剪貼 真的黏上去 很特別 還有就是這個 很特別 也是很美 手工的 木牌 很美 對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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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我在這裡 也跟大家拜 個年 祝你們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透年 幸大運 也很感謝你一直給 Jean 香食好生活頻道的支持 無限感激 最濃厚的室言气氛 你可以看到汽气阳容的一边 很大的红包风 你会看到这个大红包 喵喵 有很多地方都有新年的市集 这是新世界的市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